那我們都知道其實在太陽曝曬之下 我們可能會產生很多的自由基 那殊不知我們手術會產生超級超級多的自由基 這個就是導致發炎反應 所以說如果在術後消水腫的時候 除了搭配這個蜈蚣潮水泥尿以外 也可以搭配這樣子的 整體都可以讓你的回復來得更快 然後消腫更快 然後脂肪存活的更好哦 打造美麗毫不猶豫 影片開始前請先幫我檢查 是否已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 想要變美的朋友趕快上車 正片即將開始 Let's go 打造美麗毫不猶豫 大家好 歡迎回到好醫生整形世界 我是黃玉豪好醫師 那今天呢 要來跟大家分享什麼樣子的主題呢 那大家都知道最近好醫生 拍了很多龍舞相關的影片 可是好醫生還是沒有忘記 要來跟大家講解一下 好醫生的老本行 就是眼袋手術 這個部分呢 其實有很多的朋友 也是有相當多的疑問 所以我們今天呢 特別開了一集 來講 眼袋術後保養大全集 希望呢 大家呢 對眼袋手術 可以放120個心 來找好醫生處理哦 我們就開始吧 那今天呢 主要來跟大家說明一下呢 就是分成幾個大類的問題 首先 第一個 一般眼袋手術 究竟術後會有什麼樣子的狀況呢 那第二呢 來告訴大家 眼袋術後 畢竟可能會產生一些 瘀青啊 水腫 應該要怎麼處理呢 第三個呢 就是說大家最關心的眼袋 術後的一個感覺會是怎麼樣 首先呢 術前大家都會來到門診諮詢 然後會有詳細的溝通的過程 可是呢 當一旦決定要執行手術 通常我們會請客人 一定要很注意某一些事情 因為這些事情會影響術後的狀況 首先呢 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須要停止你手邊 所有可能會造成 凝解 抗凝血的藥物 比如說一些 阿斯皮靈啊 或者是一些 活血的一些藥物 中藥啊 銀杏啊 魚油啊 或者是一些 封焦 薑黃 人參等等 這些的事情為什麼要提到 原因呢 就是這些活血的 不管是 物品或者是 保養品 有可能都會造成 你術後 淤青的更嚴重 這些的部分呢 就會請你在 術前一週 甚至是如果是一些保養型 而不必要的藥品 你可以在 兩週之前就把它停掉 那這樣子呢 就可以讓我們 在術後的 預期沒有那麼明顯 另外呢 為了手術的準備 我們可能還需要 請大家呢 卸掉很重要的東西 卸掉什麼呢 卸掉你的這個 光療的這個指甲啦 還有你的卸掉 你漂亮的這個 假睫毛 原因就是說 今天手術的安全 可能是需要利用 舒眠麻醉 在術中監測你的血氧質 那這個 光療指甲 就會造成某種程度的誤判 甚至讀不到 你的血氧的狀況 所以可能必須請你 忍痛 去卸掉你的光療指甲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為什麼要卸掉假睫毛呢 原因呢 其實在我們眼袋手術 假定你今天是內開 你可能就有很小的 內開的傷口 假定你的睫毛 長得非常的厲害 客人都在評說 我是什麼 腳化蛋白 還是什麼 這個天下最厲害的 這個燙假睫毛師 幫我燙的 其實大部分 就會影響我們手術視野 另外呢 假定這樣子的睫毛 掉進傷口 可能不知道 會不會造成意外的感染 所以在術前 還是會請大家 把睫毛去把它卸除乾淨 接下來 在這個麻醉之前 假定你是執行 所謂的 舒眠麻醉 還是要請大家 非常注意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術前的8小時 切勿進食 假定吃了這些東西 在胃還沒有完整排空之前 我們就會怕 你在這個 睡覺的時候 有這個吸入型的 這個肺炎產生 比如說噁心呕吐 造成吸入型的肺炎 這樣子也是會嚴重 影響我們的手術安全 那另外的部分 還有要提醒大家 既然都要手術了 請大家就直接素顏來吧 不要害怕 豪醫師看到你素顏的樣子 最後一個呢 其實呢 還要提醒一下大家 假定你今天執行的是 舒眠麻醉的眼袋手術 那請你不要自己開車 或者是騎摩托車 切記要搭乘 大眾交通工具 或者是請親友搭乘 那這樣子 都可以確保 你在手術的前後 都是一個最棒的 有安全的一個 執行手術的準備哦 那最重要就是 來到今天的主題 告訴大家 術後該怎麼照顧眼袋 那來醫生美學診所呢 我們都會提供給客人 一個術後大禮包 福袋 不是啦 這不是福袋啦 那這裡面會有很多的 術後照顧重點 我們今天就來看 開箱看一下 裡面會有什麼樣子的東西哦 那首先呢 會有一些小法寶 就是像這樣子的東西 那眼袋 畢竟眼袋手術 手術就是術後會有一些 眼睛的傷口 所以呢 在這個不舒服的期間 還有遇避免感染 我們可能會給大家這個 眼藥水啊 消腫消炎用 還有這樣子照顧型的眼藥膏 那塗眼藥膏的時候 切記啊 假定你是內開眼 但其實你就順著眼睛點下去 睡前眼球補一魂就好了 那第二個部分呢 我們也會請這個藥師搭配這個 抗生素 還有這個止痛藥 給大家回去吃 另外一個部分呢 可能還會有這個貼膠布 為什麼好醫師喜歡在術後 補止的地方貼膠布 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呢 對於你補止的區域 首先有一個固定的功能 第二個呢 他也會有幫助這個傷口 壓迫的一個功能 所以你在術後的腫 這樣不會無窮無盡的一直腫起來 那護理師也會特別強調 我們在補止的位置初期 千萬不要冰敷 也不要熱敷 那他在術後的時候 可以保持正常的溫度 因為太熱怕他消耗的太快 太冰 我們怕他血管萎縮 然後就暫時不會有這個 血管長進去 影響脂肪的存佛 那眼袋術後 大家其實最關心最關心的問題 就是眼袋到底會腫多久 那其實呢 豪醫生的經驗下來 水腫真的很看體質 我們同樣開過那麼多的客人 有一些很不腫 有一些人非常腫 其實都是我開的 但是呢 如何要避免這一些水腫 或者是加速改善這些水腫 我們的 大福袋裡面 也有提供這樣子的一個選項 如果呢 你在術後 比如說很怕水腫 通常也可以跟診所購買這樣子的這個 單包式的蜈蚣炒水 那蜈蚣炒水 並不是真的蜈蚣去燉脂 它是其實長得像這個蜈蚣的一個中草藥 醫生美學診所可以買得到這樣子的蜈蚣炒水 加速大家 利尿排尿 消水腫的一個狀況 但是如果呢 你喝這個比較陰性 就是比較涼 你容易拉肚子 你也可以吃一些坊間可以買得到的黑豆水 一人水 也加速它的一個水分的一個排出 那另外一個更厲害的 一定要跟大家介紹一下就是這個 就是所謂的SOD 那這個SOD 其實是一個高單位的抗氧化物 那我們都知道其實在太陽曝曬之下 我們可能會產生很多的自由基 那殊不知我們手術會產生超級超級多的自由基 這個就是導致發炎反應 所以說如果在術後消水腫的時候 除了搭配這個蜈蚣炒水 泌尿以外也可以搭配這樣子的抗氧 高單位的抗氧化物 整體都可以讓你的回復來得更快 然後消腫更快 然後脂肪存活的更好 那今天經過這樣子的一個分析 大家是不是對於眼袋術後的照顧更清楚的呢 是不是對於眼袋手術更不擔心的呢 所以如果有什麼問題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好醫生 或者是對於你自己是不是有眼袋照顧上的疑問 也歡迎留言詢問哦 那如果還沒有訂閱的 請趕快手刀訂閱起來 還有按讚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拜拜